接着聊 乐队的夏天第三季 还是又出现了我特别喜欢的乐器 什么乐器呢 管乐 Hore Hore sections 管乐器 两支乐队用了 一个乐队用的一个auto sex 还有一个乐队的主要是tropic 小号 所以说还是这回再聊一聊原声乐器 原声乐器 不是电声乐器 在现场演出中的声音或者效果 哪种原声乐器 就是说比较powerful 我说比较有力 怎么形容有力呢 我前面说过 就是说 我说你去现场看 特别感觉到跟你心跳相连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鼓 转 连地都震的那种感觉 现场演出 是你再好音响 带耳机怎么音乐听穿那种效果 这种原声的鼓的声音 是现场才能感受到的 还有其实就是 木齐的差点 木齐也没有什么 它是一个中音乐器 miss action 其他的 我来说过 还是powerful 比如说我们说的powerful 就是说穿透了一比较强的 就是高音的一些乐器 像是violin 小提琴这些东西 或者这些乐器 但是比较有力的 比较有力 用在流行音乐里面 其实在古典音乐里一样 就是原声乐 特别有力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powerful 你感觉到力量 就是horn section 我们管 应该叫管乐 不是管弦 管弦乐 horn section 就是管乐 应该具体怎么翻译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继续 英文就叫horn section 你说这个horn section 就是特别有力 其实说 还是在现场的演出 你基本感受不到 不是在录音的 我们看的 乐队的夏天的 第三季的 视频上 看出来录音出来的效果 感受不到 你在现场 你可以感受到 它这种乐器的魅力 它的powerful所在 所以说很多的 如果大家对一个乐队 做出评伴的话 你说我不喜欢这种乐器 其实有时候 你去亲身体验一下 就会改变你的一些感受 其实我也是 以前我听流行音乐 听流行音乐 用horn section 哪个乐乐 用的比较多 就是beetles 甲盒虫乐队 用的比较多 后来一次 有一次机会 我们的地方有一个 专门就是装扮成 这个beetles 这个叫5-4 在公园里演出 在公园里演出 他们就是说 专门翻唱甲盒虫的歌 然后后面 就专门请来了 一堆这个horn section 他的要比乐队下船里面 用的人手运数要多 他有那种大的 那种低音的 那种how 那种叫什么 还有其他的 就是七八个人 组成的 就这么几个人 就是在现场 你就感受到 这种他的渲染力 他的这种powerful 这种管运 你是难以形容 你必须要亲身 去感受一下 只要你能体现 能体会出 这种乐器的魅力 这种乐器的魅力 所以说 还是 这个现场演出 有现场演出的魅力 我今天又特地看一下 他说 你评分的标准是什么 评分标准就是谁的演出 最出色 就是他的评分标准 所以说 一个乐队的 他们这个乐队的 想要分高 现场的感染力 一定要强 一定要强 但是 还是 这些东西 管乐器 这不是一般人 特别接受 尤其像小号那种 这些东西 你不停得